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來聊一下 塑西半島裡面一個支線任務 這個支線任務的結局位置在獻祭大橋旁邊 任務內容主要是幫一個少女送信給他的父親 這個少女就在這個大橋的左側 劇情大致說明是這個少女從摩恩城逃出來了 因為他聽到摩恩城附近有很多狗不肯的嘶吼聲 但他的父親還待在摩恩城裡面要堅守崗位 所以他希望我們幫他把信送到 要他的父親來逃出那個城裡 好那接著我們傳送到摩恩城 摩恩城在底圖的最南邊 如果還沒有來過的話就是 沿著獻祭大橋那條路一路往下走 就可以走到摩恩城的升降梯前方了 好那我們接著坐升降梯上去 就可以看到摩恩城的 模樣 那我簡單跑一下帶你們看一下 怎麼找到他的父親 地圖上沒有小怪是因為我已經把所有小怪都殺完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快的 一些不被打擾的路徑去跑這個圖 那跑摩恩城裡面可以拿到的一些道具 像是雙頭鍵護符 鋼絲火把 軟鞭都是一些新手前期可能用的到的道具 而且摩恩城這個城的怪物難度並沒有那麼強 所以假如說這裡 你是新手想要來這邊的話 是一個還蠻好練等級 蠻好練自己技巧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場景的跑酷 因為我覺得是比較輕鬆一點 相比 是東威爾城或者魔法城 這裡的道具拿的位置都比較顯眼一點點 所以就不特別去把每一個道具在的位置給跑出來了 唯一比較掉鑽的可能是這個父親的位置 這個父親在的位置在樓梯上來之後 要從這邊跳下去 或者你也可以爬樓梯 然後一路往前走 會看到有一個比較 高的 寶梯吧 然後在那個寶梯上面就可以找到他的父親了 他的父親應該是這個城裡面唯一剩下的活人吧 哦好像還有一個被綁起來 然後不想被吃掉的貴族 好這邊我們看到他的父親 就去跟父親對話 然後我們完成那個送信的任務 見到他之後先找他對話 他會給我們一個 節肢犧牲節肢 這個道具是 在我們死掉的時候可以用一次 然後不會掉入我們拿到的所有金錢 之後我們才把他女兒的信交給他 但是他依然堅持 需要留在這個城裡面 不能讓他祖傳寶劍失守 至於他的祖傳寶劍在哪裡 在這個地圖最南邊有一個Boss 叫做獅子混種 這個獅子混種身上有他的 一個祖傳寶劍 這個Boss本身的移動點比較高一點 不過機率也不低 所以要注意能夠 即使翻滾來阻掉他的招式 用無格擋的效果可能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至少就是我自己在打的時候的感覺啦 我自己是用 雙手持劍的方式來打這個Boss 我覺得能夠打得比較痛一點 不過我在挑戰這個Boss的時候是 等級已經比較高一點點了啦 好啦那在這邊打過這個Boss之後就可以拿到他的武器 劍骸大劍 這把武器的外型非常帥而且數值也非常高 缺點就是他需要40點力量之後才可以使用 所以即便到現在我也還沒有 足夠的力氣點來 完整的發揮劍海大劍的所有威力 擊敗獅子混種之後 我們回去找這個父親 跟他對話之後 他就說他要為了女兒而活 他要回去找女兒了 我們接著傳送回到女兒給我們中路的地方 獻祭大橋那邊 然後回去找那個女兒 想像中的溫馨畫面 父親見到女兒開心的畫面 不完全沒有 在這個地方會發現女兒已經死掉了 在跟這個父親對話幾次之後 父親說他絕對要去報仇 那之後我們去到篝火再傳送回來的話 會發現父親已經離開這個地方了 那下一次再見到他的時候 是在利耶尼亞的西邊 這邊有一個傳送點叫做復仇者的破物 附近有一個黃金樹 也可以從蓋送他打上來 然後我們就要跟這個 變成要入侵我們可能以為我們是 沙達女兒的兇手的 城主來對戰 我自己在打人形怪物的時候都比較喜歡用 防禦反擊的方式來跟他們對打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這個城主的攻擊範圍還蠻大的 他那個 劍擊還蠻長一截的 好呢這邊我們終於把他打死 打死之後會有一些重要的道具 首先的這個葡萄是 後面一個其他支線人物裡蠻重要的道具 另外他也會給我們他的武器 獅槍騎士級加8 他加的能力數值是蠻高的 而且配置需要的能力值還蠻低的 所以說假如說你喜歡用 擠的玩家可以選擇裝備這把武器來使用 畢竟有加8的武器也不多 好啦那本部影片就先介紹到這邊 後續也還會更新其他愛爾登打環的一些支線任務 或者地圖探索 那本部影片裡面比較重要的一些道具 包括雙頭劍護符 劍骸大劍 四箱騎士級跟葡萄 這個葡萄也是開啟後續一個 呃給修女士葡萄任務的一個關鍵道具 那不想錯過其他把環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 我是大海 感謝大家觀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哦 大家拜拜 字幕仔三是其他問題 字幕仔細貼 支持我們下部影片 你可以幫助我